大家好,今天是6月14日星期五 今日的市場是會升的 所以基本上整體的板塊有一半是升了 有一半升了時,我們看看最主要是哪個板塊升得最多呢? 半導體 半導體也是一件事 這幾段時間應該是他們做主打的 因為阿爺支持半導體市 黃金也一樣 加工哲司說過,基本上經濟好 然後電子小人產品就是阿爺救援身 地產呢? 他今天去到第五 之前他是去到第九 即使最近似乎地產股應該是站得很穩 我們請看看 半導體方面 華雄、ASM派名藥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有比較好的升幅 就是這些有好的升幅 再其次有這個 加工設施 基本上升得很好的 有很多都已經成為了一些 建出了歷史新高 即是上市以來的新高 黃金和貴金屬 這些都是一些油升 接著有電器和適限用品 這些都是因為救援身的問題 接著地產 以前都是很小的 因為很大把握 目前有些是上升 因此在這裏就比較好跌了 我們看看 所謂的版本 大牛龜方面 即是螢幕基金 阿里巴巴、美團 等等 是跌的 是靠什麼呢? 靠一些小傘保住 這些大的是跌的 我們看看這個是期指 期指方面 現在都是在178至188點左右 這個是移動 保力的中度是向下的開始 所以還是有壓力 看看能否守得到才行 暫時的支持位是176左右 上面的阻力位是183左右